并不会有教会因为你没奉献 他们就把你踢出教会 对不用紧张 如果你今天想要去蜗具 那你不缴会费 抱歉你会被踢出去 但是在一般的 正常一点的教会 你不奉献 不会有人把你 招待不会把你架出去好不好 你还是可以在这个教会当中 来聚会 嗨大家好我是乃哥 今天要告诉大家 耶稣没有规定你一定要奉献的原因 好了其实没有这么简单 其实这个影片的目的是希望 解开大家对于奉献的一些疑惑 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 无论你在教会平常 有没有在奉献 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帮助你 至少有奉献的时候 或者是没有奉献的时候 至少没有一些误会在这当中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完美的状况是什么 在一个按照我们圣经 我们认识上帝一个完美理想的奉献 到底是什么呢 第一点 奉献是回应神的爱 身为一个基督徒 我们都相信说上帝非常的爱我们 耶稣替我们死在十字架上 这些这么多的事情跟这么多奇妙的一个生活的过程里面 我们都相信全宇宙都是上帝拥有的 当我们把我们自己一点点的金钱 一点点的财产 拿出来奉献给上帝的时候 这个只是一个简单的回报的一种感觉 有点像是你爸爸妈妈从小养你这么久 然后你长大之后 你自己有工作赚钱的能力了 你就说来爸妈我请你去吃饭之类的 就是你爸妈不会真的需要你来请他吃这一顿饭 但是当你真的很爱你的爸妈的时候 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一种回报 一种报答的一个行动 第二点 这是一个信心的练习 对于不管是谁来说 要把自己的钱 就这样子给出去 然后好像不是一种很直接的投资 这个钱好像大概一辈子也不会回来了 这是需要一点点的勇气的 奉献如果不会痛 那就达不到奉献的一个效果 对于一些人来说 奉献一百块就很多了 对于一些人来说 奉献一百万他都没有感觉 所以奉献的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它是一种信心的练习 你必须在跟上帝这样子培养一种默契 就是你把你的财政状况 你把你的物质生活都同样的交给上帝 跟上帝说 上帝我愿意来回应你这个爱 我把我的钱奉献出来 进到教会 进到一些宣教的事工 进到一些我认可的一些慈善的机构 去帮助来回应这个世界的需要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所损失的 我好像失去的这些金钱 我相信你会替我补足 这是一种信心的练习的过程 那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的金钱 用奉献的方式交给上帝的时候 这个也是一个把我们信心扩张 变得更大的一个机会 第三点奉献是什么 奉献是学习耶稣的榜样 耶稣之所以会离开他在天父的家 来到世界上 就其实一个最伟大的一个奉献了 耶稣替我们失去他的性命 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奉献的一个行动 所以当我们身为基督徒 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跟随耶稣那最简单最直接的 就是我们好歹要把耶稣当成一个榜样 来学习他 不是把他复制贴上 而是我们要把他当一个榜样 我们来学习他所做的事情 所以呢奉献也是一个建立一种 无私的心态 无私的一种 算是耶稣一个特质的一个过程 当你不再是以你自己为中心 不是在你自己的需要 你自己想要的 为你最核心的考量 而是以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为你最大的考量的时候呢 奉献是一个很好的也是一个练习的机会 第四点奉献是什么 奉献是看见别人的需要 的做出的回应 换句话说 耶稣说 耶稣离开地球之间 他跟我们说 他要我们学习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的其中一个很直接的一个行动呢 就是透过奉献 透过付出你的时间付出你的金钱 不求回报的把这些资源投注在个人的需要当中 投注在这个世界上宣教的需要当中 都是很棒的一个方式 那奉献不是什么呢 接下来告诉大家四个奉献不是什么的东西 第一个 奉献不是交换条件 在一些被大部分的牧师或基督教界的一些神学家批评的一种神学 叫做成功神学 成功神学里面有一个主张 他有点在玩一个模糊地带的东西 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这些牧师会告诉大家 我跟你讲 你奉献的越多上帝以后就会更加的报答你 这些牧师就会说 你看我 我把我的一生奉献给上帝 所以我现在开跑车住豪宅 我跟你讲 你现在只要奉献一千块美金 我相信上帝会把这个变成信心的种子 种在你的人生当中 将来你会有更多的好处 错 好不好 奉献不是跟上帝交换条件 奉献不是说 好上帝 我要这个 我给你钱 帮我得到 不是这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奉献不是硬信规定 并不会有教会因为你没奉献 他们就把你提出教会 对 不用紧张 如果你今天想要去蜗具 那你不缴会费 抱歉 你会被提出去 今天如果你去 任何其他的有会员制的一些 所谓的消费的地方 娱乐的地方 抱歉 你不缴会费 他们是会把你提出去的 但是在一般的正常一点的教会 你不奉献 不会有人把你 招待不会把你架出去 好不好 你还是可以在这个教会当中 来聚会的 所以呢 这不是教会里面的一种硬性规定 那每一间教会怎么样去 也不是提倡啦 但是怎么样去执行它的奉献 是每个教会不同的 自己的自由 圣经里面也没有硬性的规定说 每一间教会一定要怎么样收奉献才对 或绝对不可以怎么收奉献 其实没有特别这样讲出来的 第三个 奉献不是什么 奉献不是为了求平安 有的人会说 哎呀 我去拜拜 就是为了求一个平安 为了就是上天的保佑 也不太是 有的人会担心说 糟糕 我这个月如果因为手头比较紧 我十一奉献 就只给一半 我变成二十分之一奉献 上帝会不会咒诅我 会不会有坏事发生在我的身上 这个逻辑也不太对 我们奉献不是为了让讨好上帝 然后让上帝就祝福我们的人生 然后不会降下一些惩罢在我的身上 不是的 奉献不是为了换来平安的人生 但是奉献的过程里面像我先前所提到的 当你的信心被练习起来的时候 当你信心壮大的时候 的确你有越大的信心 你的人生就会越加的平安 这倒是有直接关联的啦 好第四个奉献不是什么 奉献不是奉献给别人看的 它不是为了让旁人觉得你是一个优秀模范的基督徒 而去做的一个行动 你在奉献的时候呢 其实应该是你跟上帝直接的事情 甚至你的金额是多少 你是十分之一 你是十分之二 还是你把你百分之九十九的财产都捐出去 都不应该被拿来好像公开 然后跟别人在那边表扬自己的一个机会 所以奉献的第四个 它不是拿来跟别人比较的 它不是拿来跟别人炫耀的 它也甚至不是一个模不模范基督徒的一个表现 好这边的重点其实是这样子啦 奉献这件事情呢 或者是说我们身为基督徒这件事情呢 我们最终都是希望我们可以学习耶稣 我们要变成成熟变成健康的基督徒 来更加认识上帝 所以最重要的其实是我们内心里面装着什么 我们内心里面想着什么 而不是我们实际丢了多少钱进那个奉献箱里面去 今天就算有一个不信耶稣的一个大富翁 比如说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Jeff Bezos 现在啦 现在是Jeff Bezos 他可以捐出一笔巨额的款项给某一个基督教的慈善机构 甚至他可以说我签约 我在死掉之前呢 我会将我人生90%的财产全部捐出去 或者甚至直接捐进某一间教会 但是这个行动我们依然不会把它称为奉献 一个不认识上帝的人 没有办法奉献的 我们只会称那个行动叫做捐钱 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今天就算是一个六岁的小孩 他一个月的零用钱可能只有100块 但他们的教会今年要办一个圣诞节的活动 需要钱去购买礼物 他就把他的零用钱里面的50块 拿出来奉献 虽然50块可能也买不起什么礼物 但他就把他的50块拿出来奉献 那他这个奉献的过程当中 因为他就是想要回应 上帝是这么的爱他 他就是想要回应说 耶稣为他出生在这个世界上 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 他就是想要练习在奉献的里面 虽然他零用钱一半都没了 但他有练习一个信心的一个机会 他想要学习耶稣的榜样 跟他真的看见有这么多的人 还不认识耶稣 他的一点点的金钱 如果可以贡献在帮助那些 还不认识耶稣的人 参与到一个教会的活动 有认识耶稣的机会的话 这样子这小男孩 6岁的小男孩 的50块就是奉献了 这就是奉献是什么 跟不是什么 很多的人对讲到钱就非常的敏感 我相信说不定这个影片 PO出来之后呢 也会有一些基督徒不同意我的讲法 但是先讲我没有说的事情 我就没有说 我今天只是举出四个奉献是什么 跟四个奉献不是什么 的表列式的一些条件 可以拿来跟大家讨论一下 如果你的想法跟我不一样的话 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如果你最近正在面对一个 该不该奉献 或者是奉献对你来讲 真的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的话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讨论 那感谢大家支持我的频道 想要成为我的会员的话呢 可以一个月30块加入会员 就可以收看会员专区的影片 如果这个影片对你有帮助 欢迎按赞分享订阅 今天就讲到这边 拜拜